中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下星期卸任 他提到近日有人提出司法改革 他認為要有細節才可以研究 如果因為不喜歡官司結果 就說要司法改革不是好理由 如果別人說 我不喜歡你今天的判決 昨天的判決 或者明天的判決 所以你要改革 這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理由 我覺得很多市民都會覺得很難接受 如果你的意思是 每次我想打官司的時候 一定要贏 如果贏不到才要改革 但這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理由 馬道立下星期五 是他作為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最後一天的工作天 在任十年 他說使命不變 就是維持法治 公平公正 無私無偏處理案件 不受任何人或者任何政治意見影響 他期望市民繼續尊重司法制度 尊重法治 如果你是在任何人背後 要保護你 在任何人背後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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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讓你